现在对美国都被火成什么样的 我正在看一组数据 说出来可能会把你们吓一跳 美国国庆刚结束 相信不少人都被景点里的人山人海冲击到 然而在这个小长假里 让我们震惊的不光是出行人数 还有恐怖的暴力犯罪 根据CNN的最新统计数据 在整个美国国庆周末期间 总共发生了这个啥案件500多起 至少233人去世 618人受伤 什么概念 一个周末呀朋友们 这也太讽刺了吧 其他国家国庆放烟花 美国来这玩意儿 之前出国留学网络盛传那么一句话 叫自由美利坚 那啥每一天 当时还觉得是个玩笑话 现在回头再来看看现实 三天500多起 这句话真是没有一丁点夸大 根据美国的追寻统计 今年全美一共发生了336起 大型的那个啥事件 其中有20起都发生在7月 拜托7月第一周还没过完了 今年平均每天都发生两起 大规模的 根据调查从2013年以来 2020年是几十年来 最致命的年份之一 有近2万人因为这玩意儿去世 24000人通过他选择自我了解 在疫情期间 全美的范子力虽然在下降 但是这种案件却逆流而上 专家认为内乱家具 法院和警察行动中断 以及不平等家具 是可能的促成因素 疫情期间呢 这玩意儿的销量也开始激增 其中又有30万人 可能在没有背景调查的情况下 购买了这东西 而截止到2021年上半年 因为这玩意儿去世人数有多少呢 10318人 有媒体声就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 21年绝对会超过2000年 成为几十年以来最严重的一年 我记得四年前我来这边留学 治安相对确实比现在好太多 现在美国的治安问题 绝对属于日况日下